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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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将烟覆着举中杠 欧洲赛哥起源的比例时 每年赛哥国家赛 举办12次 而我们仅一次 各个组织人之间 鸡犬相玩 却老死不相往来 即使同时同乐的赛事 也就是各赛各道 结果是云数小 规模也小 我们拥有全世界最多的养个人 每年的赛事数不胜数 但是在众多的冠军中 能挑选出极于十万余以上的冠军 可喜的是一要少数组织人 通过各省市 各公棚之间连赛的形式 提高了比赛级别 扩大了比赛规模 给两个人准确衡量赛哥质量 提供了重要依据 同时也增大了入少哥的含金量 提高比赛级别 扩大比赛规模是在B型 比赛是检验赛哥的唯一标准 多次比赛更能了解赛哥的质量 现在中 短距离赛事较多 重场 长距离赛事很少 聚了不合公棚 几乎没有超过500公里的赛事 各会也就700公里两次 80000 1000公里各一次 一到两次的比赛 无法判断赛哥的质量 减缓了列治哥的淘汰时间 却延长了饲养周期 增加了饲养费用 造成时间和财力的严重浪费 致使许多养哥人被破口 气场改短 增加比赛次数是重中之重 组织人格会 俱乐部 赛哥公衡的 与养哥人之间是相互不可替代 又相互依靠的关系 是纯齿相依的关系 是与河水的关系 只有彼此之间相互信任 相互支持 跨越狭隘的自我为中心的思想 一双银位目的 才能有一个良好的环境 为实现这一目标共同努力吧 谢谢 谢谢我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